HELLO 大家好,我是WILLY 歡迎來到WILLY穿搭中的頻道 那這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UNIQLO U系列 2021 春夏聯名款式 這次的款式非常多 那我這次呢,穿搭分享著重在上衣外套類的部分 UNIQLO U系列呢,就受到蠻多人喜愛的 那像我本身也是WILLY 我也蠻喜歡他們所設計的T恤類的部分 因此像我上半身這件T恤 就是他們家的U系列的T恤版型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也是蠻硬挺蠻修身的這樣 那上一次呢,我有針對UNIQLO加這系列的部分 去做一個分享 那也受到蠻多人的詢問 問一些外套類的尺寸以及版型 因此呢,這次呢,我先提供給大家 我的身高跟體重 我的身高是185公分 那體重是93公斤 那我基本上呢,在UNIQLO所穿的外套 我是上衣類的部分,我都是穿L 是XL的部分 就看每一個外套的版型的差異 以及我認為這件外套 我是需要穿一個比較修身的 或者是比較寬鬆的去做一個選擇 那我後面8套的上衣外套類的穿搭分享呢 我都是做尺寸L的部分去做試穿 因為剛好實體店面也最大只有到L 像XL或XXL的話 那些尺寸就只能到網路商店去做一個選購 對,所以有些外套可能我認為穿起來L是蠻剛好的 我覺得像是西裝外套、工作外套這種硬挺類的部分 我覺得穿一些合身的部分L就蠻剛好的 那像有一些是比較真織外套部分 我自己認為是可能還需要再大一號 對,我自己是這麼認為 像大一類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就覺得L就已經非常寬鬆了 對,因為它做的是春夏款的款式 所以它的大一類都是做得比較輕薄 然後比較寬鬆這樣 對 那後面我會分享這次U系列的8套上衣類的穿搭分享喔 那我自己會選出3套我最喜歡的上衣類的穿搭喔 那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在這次的U系列你覺得哪一些款式是你覺得還不錯的款式呢 或者是說我這8套穿搭裡面你覺得哪些外套是你也蠻喜歡的 我們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做討論喔 那還有威力穿搭中這個頻道主要是會分享一些男生穿搭 以及潮流單品的開箱介紹喔 那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週所更新的內容介紹喔 那就把這個頻道訂閱起來吧 第一套是單排購彈性大衣喔 那這件大衣有兩個顏色喔 那我自己是試穿米色的部分喔 那尺寸L的部分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寬鬆的喔 因此我覺得這件的外套版型是稍微略寬的喔 那第二套呢是蝶帽大衣喔 那這一次U系列所出的大衣喔 基本上穿L的尺寸就是還蠻寬鬆的喔 那這件外套我試穿了三個顏色喔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次主打的米色的色系喔 因為有一種孫夏的那種輕盈的感覺喔 好那第三套呢是工作外套 那工作外套的部分一樣有三個顏色喔 那這件外套做的版型其實是蠻硬挺的喔 那我是選擇L的部分喔 L部分我個人是覺得會蠻合身的 那如果說你穿有點寬鬆的話 XL其實是會比較剛好喔 好那第四套的部分是休閒開心外套喔 那這件呢一樣有三個顏色喔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右邊的那一件淺米色的部分喔 那這件外套呢 他穿起來的感覺是還蠻舒服的喔 因為他是百分之百順便的喔 OK第五件呢一樣是休閒V0開心外套喔 那這件外套的部分的話 他的材質的感覺呢 就是比較像真織外套的感覺喔 那這件呢一樣是尺寸是L的部分 那我個人是覺得如果是我自己 我會選擇XL大一號的部分喔 好的那第六套呢是寬板西裝外套 那他一樣有三個顏色喔 那我這次做的穿著尺寸是L喔 那我個人是還蠻喜歡 左邊這件有點算是聯絡色的顏色喔 就是Model上面所穿喔 因為這件顏色呢是蠻特別的 那第七件呢是西裝外套的部分 那這件外套的部分的話 我一樣是選擇L的Size去做一個穿著喔 我個人是覺得蠻合身的啦 因此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會選擇大一號的 三個顏色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海巡蘭這個顏色喔 好那最後一套的部分是生三式外套 那這件外套也是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還蠻喜歡的外套 我自己的尺寸是選擇L喔 那L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穿起來是還蠻剛好的 OK那以上八套的穿搭分享 你有喜歡哪一套呢 我自己是喜歡這三套 那你是不是也發現 我個人其實是比較喜歡大地色系的外套呢 用力比較百搭 那第二呢 我自己的內搭款式呢 大部分都是黑色跟白色 那如果說我的上衣外套又選擇 跟黑色白色比較相近的顏色呢 會變得全身有點沉 那因此呢 我就可以使用一個大地色系的外套 去做一個調和的動作 那基本上大地色系呢 我自己也認為比較適合我自己 那也覺得大地色系的部分 在外套上看起來的話 也比較能夠調和整個我整身的視覺效果這樣 那這是我個人的自己的穿搭分享的一些經驗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喜歡大地色系的外套呢 或者是說 你有喜歡哪一種色系的外套呢 歡迎都來底下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那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分享你在這次UNI-PRO U系列 春夏聯名款式中 你挑選到了最喜歡的單品喔 讓我們來一起迎接 2021的春天吧 我是Willy 下次見 掰掰